欸我可麻煩你幫我還是會講 好 我有點手忙腳亂 對 麥克風我幫你接 嗨嗨嗨 他其實沒有聲音 他其實沒有聲音 那我可以不要拿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海神 那 那個FB上面都一直叫我四方 我超級不習慣 對那夜間的人叫我四方 那為你們的人叫我海神 今天同時還有我跑團的朋友在現場 所以等一下如果有麻煩的問題記得問他們 剛剛有人說要練核心 記得問他好 好那有空再叫他們自己來講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我的說書奇遇記 那今天主要是因為我是代表為你而讀來 所以想要問第一個問題 有沒有人在座除了為你而讀夥伴們 有聽過海豚說書的可以舉個手讓我看一下 沒有對不對非常好 那我今天就是要告訴大家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要來講一到一萬人 這一萬人是什麼 那一萬人我告訴大家的是 一萬人是我在為你而讀曾經分享過一本書 然後他們把我分享書的影片放上了網路 那在為你而讀的那個粉絲專頁有連結 那截至一個月前吧 我們應該目前的觀看人次超過一萬人 對然後觸及率大概三萬九千 應該已經過四萬了 應該已經過四萬了 所以這是我時要為止的 那是哪一本書呢? 是這一本 《華頓商學院最受歡迎的談判課》 那是這一本書讓我可以就是觸及到一萬人 那這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一件事 因為這本書不是我在為你而讀分享的第一本書 但是這本書卻是觸及人數最高的 那再來講一下什麼是為你而讀 今天大家應該一直不斷聽到這四個字 對那為你而讀其實是一個知識社群 那講白一點他其實最早最早是一個讀書會 那讀書會做什麼呢? 一個下午那他找三個人三個不同產業的人 來講三個不同的書 那你不用自己看 你就可以透過一個下午聽我們說書人 把這本書說完給你聽 那你可以在自己做決定你要看或是不要看 或是你覺得那有個好處喔 就是這當中你可能會去碰一些你這輩子從來不會碰到的書 因為說書人選擇書是自己決定 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還蠻特殊的地方 那為什麼去參加讀書會你聽就好啊 幹嘛上台說 那我覺得這個要講源自於一張照片 源自於一張照片 對,好 源自於那張照片的時候 其實有一次我現在很無聊 我要先提醒大家FB真的比較軟頭 我一次就真的很無聊 無聊到我拍我的書櫃 所以我真的很想辦公室 然後辦公室一定會放一些書嘛 我就把我辦公室的書全部拍起來 欸,三十幾本 然後我把他拍起來 然後說無聊上傳FB有沒有 然後就不小心被我們這個為你而讀的這個夥伴看到 他們人沒有在現場 對,兇手不在現場不用找他沒關係 那他就說 欸,你書那麼多人都不來分享一下 那其實在座,我知道在座有很多女神 我想要問一下 如果今天你去參加讀書會 你沒有被強制要求的 不要講讀書會,今天焦點好了 如果今天沒有強制要求你站上台給我介紹 你會上台給我介紹的女性 可以舉個手讓我看一下 一問 來,這時候我們就要問一下 來,幾歲 二十二 很好 所以,有人懂我意思嗎? 在座女性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告訴大家為什麼 當然我比他年長沒有錯 然後我比他年長沒有錯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為什麼 如果你在,在我的這個成長環境中 其實我曾經在這分享這本書之前 我曾經在TICC 就是你看中文名字 國際會議中心一個900人的論壇 像台發展我也說,但是我講完下來 所有人很棒 當然你拍手啊 我說,也不開心 為什麼不開心? 因為下來立刻你跟我說 道明你好厲害喔!你好優秀! 你真的很了不起耶! 你知道這些話聽在一個單身未婚女性的耳中 是什麼意思嗎? 對不對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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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所以你知道我去問你耳朵的時候 我打死不願意上台 我看再多書 或者是我認為我有自信可以講的 我都不願意講 我都不願意上台 直到那一張照片 直到自己沒無聊手愛玩 Po上了FV才開始了這個說書的過程 好,那既然不說 那為什麼會從不說到說 這跟第二本書有關係? 今天跟大家介紹三本書 來,第二本書 這跟這本書有關係 在座女性有關 不要問女性男性在座所有的人 你有看過這本書可以舉手 好,那你看一下 我不知道,你看過 好,那鼓勵大家有空去翻一下這本書 非常容易讀 為什麼? 是因為這本書 這本書源自於那個時候呢 經歷了一些感情的創傷 對,那就反正就是跟之前的男朋友分手 那這自己一個人 那你知道分開這種難受的事 我就會把自己躲起來 把自己關在家裡 關在家裡 關在家裡這種無聊啊 那竟然沒意思就看書 就看... 看就看到了這一本 後來我就覺得說我不能再這樣下去 我應該要走出去認識人 我應該要走出去認識人 所以我開始做了兩件很瘋狂的事 第一件 因為我本來自己就會運動 可是以前我跑馬拉松我一個人跑 我自己跟我的家人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可是那個時候我覺得不行,我要認識人 所以我去加入了跑船 所以今天有跑船的朋友陪我一起來 還要講多瘋狂 早上我們一起跑了劍中劍18K 山路再下來 劍中劍就是劍南路到中盛再回來 這樣山路18公里 我們跑完再一起過來 所以其實現在三個會晃成 好,我就決定我不要一個人跑 我要一群人跑 再來我不要一個人讀書了 我要一群人讀書 所以我去參加了讀書會 那讀書會很好笑的 那你好好自己書看 你看就好,幹嘛上台講 你看自己看完上台講 第一個做這件事的人很像一個傻子 可是當一群人一起當傻子 有沒有? 一群人一起當傻子 他就成為了一個蜂巢 他就成為了一個蜂巢 好,那我們回頭來講 那為什麼? 對不起,那我們為什麼因為這本 那為什麼我要因為這本書 而站上台來分享書 而且分享的書 還是這麼爛爛爛的談談 這本書裡面 《挺身人記》裡面有一句話 我覺得非常好 他說你面對障礙 就像你面對這個年齡、單身女性 不小心太優秀的成功的這種障礙 你會形成什麼?恐懼 你會形成恐懼 以至於你拒絕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我那時候看完這本書 他就說你會形成恐懼 所以你要想辦法讓自己毫無畏懼 那我後來我又聽到我一句話 他說什麼叫做笨 什麼叫做笨 這句話真的是 大家可以,我們跟大家說幾次 你每次都用一樣的方法 你卻期待結果不一樣 這件事情就叫做笨 好,那我回頭來看自己 什麼叫做笨 擔心自己太優秀 擔心自己太出名 擔心自己風頭太賤 這件事情會讓我產生恐懼 那有好結果嗎? 沒有,這樣有 那時候我決定怎樣 站出去認識朋友 所以我決定用不一樣的方法 我期待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結果還真的很不同 還真的很不同 好,那最後我要跟大家分享 結果很不同的是我可以用一本書 認識、接觸超過一萬個人 我曾唸一本書實際面對面這樣講書 講超過一百個人 一場單場講超過一百個人 那更不用說有一本書累積起來 碰到的人士就更高 所以那是我始料未及的結果 好,那回頭來講 今天我竟然因為這本書突破了 我站上了兩台 因為那本書碰到一萬個人 那為什麼選說書這件事情 來作為我突破的突破點? 每個人現場的事情不一樣啊 那為什麼我選這件事 這跟第三個也是有關係 好,那下一個 再,謝謝 這本書我相信很多人看過 它非常的輕薄短小 小小一本 然後非常適合那個等車跟等飛機的時候看 你又無聊的時候可以站在寶寶裡面輕 好,我選了 為什麼選這個 因為那個無緣的朋友 因為那個讓我躲在家裡去 後來站出去的那個無緣的朋友 因為我曾經在跟他討論分享書的過程中 他一句很簡短的鼓勵 我說我覺得你是一個很有故事的人 我覺得總有一天你可以站上 嗯,那個時候我們這個老師在聊tap 他說我覺得總有一天你可以站上tap 我就說我上tap的幹嘛 那時候第一時間的反應 就像我前面的反應 我上tap的幹嘛 那麼出名的開始 那麼厲害幹嘛 我可以貴人帽好棒棒啊 嗯,對不對 好,那因為這一句鼓勵 因為這一句 因為這件事情我取下了這個心願 那因為跟他分開之後我覺得 好,我要找形狂法 所以我開始了勇氣 那也因為為你有多了一個機會 所以這本書是成為我選擇 突破自己舒適圈的一個點 對,我知道剛剛有人想要突破舒適圈 好,那後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聖經的話 因為我自己是基督徒在業 所以這句話成為我今天願意走出來站上去 甚至把自己的影片PO在FB上 你知道這件很害羞的字 你自己在電腦前面看自己講 那這很奇怪呢 對,但是我覺得這句話對我來說 是很重要的一個動機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出發點 沒有人點燈用器皿蓋上 或放在床底下 乃是要放在燈台上 幹嘛啊? 交進來的人可以看見亮光 因為你是燈啊 因為你是發光體 那既然你是發光體 你就不需要躲在床底下 我知道今天不只女生嘛 今天也有很多男生 很多時候你會面對到一些障礙 我不知道你的障礙是什麼 可能年紀、可能身高、可能體態 可能任何事 那是你個人的障礙 以至於你面對這個障礙 你會產生恐懼 那請你給自己一點勇氣去突破那個恐懼 去突破那個恐懼 好,那怎麼突破 最後一張寶貝送給大家 跑出去 有人在笑對不對 因為這件事情 為什麼他在笑? 這件事情是因為我們想要幫助他 跟我們自己也想要完成這個心願 我們那天做了一件很瘋狂的事 我們從台北車站沿著火車站 一路從台北車站跑到基隆的百福車站 有沒有人數得出來幾個站? 有沒有人搭火車? 台北、松山、南港、信科、信紙、五度、七度、百福 我們才會繼續跑下去 我們計畫用一年的時間吧 差不多兩年的時間 然後應該會跑到外線市 對,我們計畫兩年的時間 我們想要把全台灣 對不對 全台灣的火車站都跑一遍 所以如果今天你不敢 你就找一群人陪你當笨蛋 所以今天的焦點分享就到這邊 到這邊 謝謝大家,我是海豐 嗯,就是 剛剛海豐分享的那個挺身而近 我之前有看過 然後我很喜歡 它的那個做的封面是